很多同学都只会这样画台阶 这不是埋没了你的才华吗 今天咱们学一张不一样的台阶 首先呢 一条一条的画横线 画的时候 要注意线条长短的变化 越往下面越长 横子画完了以后 继续画小竖线 下面的部分留点尖距 然后再补充上横线 还有旁边的斜线 长方形的部分是台阶的立面 咱们把所有的长方形的颜色 都给它加深 但是要注意 越往后面 颜色越来越浅 然后把台阶的平面 用笔的侧风 轻轻的蹭一蹭 不用涂得很匀 画完了以后 咱们先在台阶的右侧 从底往上密密麻麻的画横线 当做小草 这里要注意 越往后面的小草 颜色要越来越浅 体现出近视远虚的变化 左边的部分 先在底下加个小立面 然后在上方 继续点缀小草 胆子一定要大 刷刷刷的往里面画横线 只要别画直线 往哪歪都行 好了 在这里 咱们再给它加上一棵树 顺着树干向下画线 表达出树皮的感觉 空白区域 可以在画些叫不上棉的植物 画叶子的时候 一定得潇洒一些 边缘部分 都用点去表达 右侧的空白区域 也是先在边缘 用点把植物的特征表现出来 靠近下方的颜色 稍微的深一些 然后再用横线 蹭下地面 点缀一些小草 这段话就画完了 你学会了吗 晚上8点来我直播间 跟着刚老师一起学画画